那哪些股票會繼續熱到2021 看好的股票 我們今天一次播給大家知道 這個張姐你先講 OK 那我想2021的一個第一個主軸 我想我覺得是在這個 所謂的蘋果概念股 那整個蘋果概念股事實上呢 在這邊 這個今年的這個蘋果概念股在 為什麼剛剛提到像鴻海 鴻海在這個年底的時候 12月蘋果的i12跟12 Pro Max賣得很好 那這個產量是增加的 所以我認為蘋果在5G全部導入之後 它明年的銷量會回到2億多 那我想曾經有一句話叫 一顆蘋果就台灣 如果這個回到2億多 是iPhone6的時候的榮景 也就是說蘋概股6年成績 我想6年磨一件 這是我認為第一個在蘋概股的部分 那我想蘋概股延伸出來 例如說像這個幾個關鍵的零組件 例如說所謂的PA 功率放大去 它的使用的這個面積是1.5倍 所以像五茂 宏傑科跟全新 他們最近的股價就開始有在一個強勢的表現 第二部分像是電源管理IC 或者是所謂的這個驅動IC 像是天運 敦泰或是聯用 那今年來講的話我覺得還有這四個 可以給大家做參考 也就是說剛剛事實上其實已經有提到過了記憶體 航運 那5G手機跟晶圓代工 是我認為今年這四個產業分別延伸出來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全集中呼吸裡面的一個四個產業當中 都可以給大家延續到2020到2021這幾個產業 我想趨勢一旦成形是不容易輕易的改變 那最起碼在第一季我想不要看得那麼遠 因為其實在市場上永遠伴隨著 是系統的風險跟個股的風險 那在第一季趕快廣機梁高主牆 把該賺的錢賺完 關鍵時候的大賺 你把這幾個產業把它這個收看我們節目 然後把它這個儲備起來 我想這個部分給大家做一個觀察研究 你還是有點風險意識 黑天鹅不知道在哪裡飛就對了 木華 那第一季我個人比較看好這樣子的 相關的族群 那給大家參考 就是我認為是第一季做夢的行情 就是說財報還沒有出來之前 像航運這些其實都會是拉回再上 拉回再上的格局 那我個人對航運我只有看到第一季 其實我也不是看全年 我覺得像陽農 長明 今年也許甚至就到農曆年前的行情而已 漲完了就沒了 因為他的財報已經都很透明了 因為他其實他們有多少的運量 他的運價多少 你去每天看上海航交所的這個報價 都非常透明 所以每個人都會算 那既然大家都會算的話 就知道說他合理本益比在哪裡 法人也不會給他太高本益比 頂多就是七八倍的本益比 那所以說他的目標價達到了之後 我覺得他們的行情就走完了 就跟去年的所謂生計啊 口罩啊 什麼疫苗股一樣 很多人都在叫在高點 結果後來都崩盤 就是因為他們大家都知道他們就是一個 只是一個題材而已 那我認為航運也是題材 但是我跟各位講說 今年全年會貫穿的 請注意鴻海集團的股票 第二個電動車 因為電動車才是未來真正大南海 那這個大南海呢 就是說過去十年是iPhone 那未來十年是電動車 所以說呢能切入到電動車 而且真的能在這個產業裡面賺到錢的公司 絕對是未來長期成長力的公司 那我個人會比較長期去看這兩個 那為什麼講鴻海集團呢 因為鴻海集團就全力要切入電動車 你看劉安偉他要把他的毛利率拉到10% 他要靠什麼 他除了要靠這個雲端伺服器 這個區塊以外 他要靠的人工智慧加電動車 那你說做iPhone 有可能把他的毛利拉到10%嗎 不可能 所以說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為什麼鴻海集團全力去佈局電動車 而且他的相關的這個企業裡面的子公司 也全部切到電動車零組件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為什麼鴻海集團這一波爆發力這麼強 你看到 牌面上最強的族群 像天玉拉 像政達 像以盛 都是相關集團 對 然後普城 全部都是鴻海集團 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切入到這一塊市場 而且大家都知道 這是一個未來三五年 甚至更長期的一個大成長潛力的市場 OK 好電動車是台灣的一個未來的機會 我們一下子好深入的給他討論 那我個人認為半導體 跟半導體相關的個股 還有就是剛才 我個人認為電動車絕對是今年 不可切少的一個主流 那第三個我個人看法 風力發電也就是力量 力量的話已經休息了一段期間 那我個人來講的話 有幾檔股票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第一個是敲山好不好 那這敲山的話 一直在跟各位談到這一檔個股 那以目前來講的話 我個人認為他去年的十二月份 那去年的第四季的營收 應該有機會創歷史的新高 那最主要的話 我們以前都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認為說 有關於健身器材的話 商用的才是主流 那後來我多次的去訪問這一家公司 那他在交談當中 給我瞭解到說 你要瞭解家用的也是將來的健身器材的主流 也就是說 為什麼今年的話 家用的健身器材 我們有不管代儀或是立山敲山 為什麼成長力道都會那麼強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 除了COVID-19之外 還有就是大家都在做廣告 那這個已經變成一個潮流了 所以將來的話 敲山他有按摩椅 有商用的 商用的話應該是全世界他最強 那再加上家用的 家用的話這一塊的話 彼此還在競爭當中 所以這個會拉高他的明年的 也就是今年的EPS跟營收 再來廣民 那這檔股票我們講了很久 那各位為什麼 今天會再繼續跟各位分享 最主要 一檔好的個股 碰到倒楣的事情 我們當然要買 為什麼 各位你了解他最主要去年 就是跟惠普之間的一個官司 那基劉老師了解 這個官司應該解決掉的 那如果去年 他沒有這個官司的話 他EPS可以上看4塊錢 你說他去年多倒楣 連那個我們到最後12月份的時候 有沒有 我們不是有一個廣民 之下的子公司達明 就是我們一般稱為廣民妹 他也得到COVID-19 所以什麼壞事情他都有 再來華城 華城這個東西 剛才我們講到 有關於電動車這一塊 那電動車的話 個股裡面 剛才講到鴻海等等 那我個人認為 這個華城的話 為什麼我會跟各位 再談這檔個股 最主要他 那不但是我們 電力設備 因為這檔個股 我說實在有賺了一倍之後 我大概賣了一半 所以我現在 我的所有的子股不用搏錢 那除了電力設備之外的話 各位你要力能發電裡面 包括我們的太陽能 包括我們的風力發電 都需要他的重電 那再加上 我們剛才講到的 最主要 我們以目前來講 能夠做充電的 有受到TESTA的一個認證 就是台達電跟華城 所以這檔個股 我個人認為 有關於風力發電裡面的 以目前很多個股 已經跌破了季線 那季線已經往下彎 如果有一天 你看到他又站上季線 季線往上揚的話 我認為這個是風力發電明年的話 他應該有機會再繼續 我認為繼續漲的一個機會 再來今好 那我一直跟各位談到 跟台積電設備有關的個股裡面 很大部分的股票 包括加登等等都漲高了 那以今好來講的話 以目前來講 他股價還40幾塊 那既我們所知道的 他應該有接到 所謂的台積電自動化的倉儲 那今年 在市場上 我們都認為 他應該EPS有機會挑戰5塊錢 所以這幾檔股票 大家可以注意 OK 這個給大家做參考 看起來都有很多的利多 他的人 內容 應該超過